是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或许都带很多道经 到南部来开法会 那个时候 这个 秋水艺人 刚开始 那个时候刚开始学唱 所以或许对这一首歌 特别有感情 因为那个时候 或许就 看说 所有的前面办事的 典访师 讲师 办事人员 都非常努力 那既然都已经非常努力 可以说都很投入 那为什么老师来的时候 会讲说 不见 那个修道的知音人 所以那个时候蛮迷惑 为什么这么努力 都不算 不算是我们老师的知音人 那很长的一段时间以后 才会知道说 我们不研究心理心法的话 那老师都不累入 知音人 消除 优优独播